第807集 这里就是混乱之城 林明看着眼前的巨大城池 光城墙就得几十丈高 厚重的城门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溶住的 上面刻满了种种繁杂的皱纹 在城门两边站着两个高大的守卫 这两个人都是魔族 相当于人类神变后期修为 入城废 没人一枚元气符文 带林明走近 两个守卫面无表情的回答 元气符文 林明一争 这东西听起来像货币 难道在修罗计连货币都是符文吗 这时候在林明身后 浑白急忙走上前 右手在左手手腕上一抹 一些零零星星的符号便从他手中飞出 汇聚成两个符文飞向两名守卫 其中一个守卫拿出一块玉剪 一把把这两枚符文收了 公式化的说道 可以进去了 守卫大手一挥 林明和浑白这才进城 元气符文是这里的货币吗 那我带的九阳玉不能用 林明开口问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九阳玉 浑白一中 他自然知道九阳玉的价值 对人族来说 那是单位非常大的货币了 祖人啊 果然出身泄赫 浑白这样想着 开口说道 回主人的话 九阳玉嘛 也能用 不过只有魔族人族 才收九阳玉 而浑族圣族要九阳玉 就没太大作用 浑族只收浑石 圣族会收血煞经 血阳经 哦 原来如此 林明恍然明误 修罗路中种族众多 因为众人所修法则不同 有价值的矿物自然就不同 元气符文又怎么得到 林明又问道 浑白道 在修罗路啊 有很多空白的符文 用空白符文吸收天地元气 就能制作出来 不过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和精力 元气符文那是修罗路的硬通货 可以用来兑换其他任何种类的货币 其他种类的货币 也可以拿来兑换元气符 可这个价格嘛 就吃亏点 一般来说 一万多紫阳石兑换一枚元气符文 哦 懂了 林明点点头 又浑白跟着确实省去不少麻烦 否则他可能连这城门都很难进来 林明正欲往城中走 这时候他发现 有不少舞者没交入城费 也进门了 这些人怎么不用交费啊 他们是混乱城的永久居民 浑白知道的东西可真多 继续解释道 在混乱之城啊 永久居民受到执法队的保护 如果主动攻击居民 会被执法队追杀的 但是非混乱城的居民就没这待遇 死就死了 根本就没人管啊 所以很多人都想要成为混乱之城的永久居民 不过 那对很多人来说 太难太难了 就是最简单的一种 成为混乱之城长久性 永久性居民的方法吧 那就是在这里买栋房子 可是混乱之城最便宜的房子 都得几亿的元气符文 一个神君静强者 在有足够空白符文的前提下 昼夜不停 洗手天地元气 制作元气符文 几十万年都完成不了 可是这神君强者 不过能活十万年 得从几辈子前就开始工作 这么离谱的房价啊 林明感觉不可思议 神君静强者工作一辈子 竟也买不起一栋房子 这在神域简直不可思议啊 不是你以为这是北京上海啊 几亿的元气符文 相当于几万亿子阳石 大概就是半颗大清世界丹的水准 一般神君静强者是绝对负担不起的 正常啊 这里是修罗路 到处充满杀戮 有一处安全的住所呢 太不容易了 成为永久性居民就能安心修炼 不用担心被杀 对许多人来说诱惑非常大的 而整个混乱之城房子就这么多 那价格自然高了 老奴刚才说了 如果只做元气符文的话 神君静强者做一辈子买不起一栋 不过有时候 这运气好到逆天啊 获得一个价值连城的稀有神之符文 拿去卖掉 一下子就能买一栋房子 对很多外界历练者来说 他们更想要神之符文 而且他们都很有钱的呀 哦 林明点点头 换他也是如此 他对房子没兴趣 他只想要神之符文 你之前说过 混乱之城有大量获得神之符文的地方 是啊 主人 随我来 浑白说着 带着林明向城中央走去 混乱之城的街道非常宽敞 所有的建筑都比林明印象中大好几倍 堆砌建筑的岩石也非常粗糙 没有经过雕着 看起来倒别有一份粗犷豪放的味道 一路走来 林明发现 路上遇到的舞者都天赋很好 偶尔有一些根基稀松平常的舞者 也往往都是店铺的伙计啊 招待啊什么的 除了这些人之外 其他人通通是人杰 这些人杰也不光都是来自外界三十三重天的试炼者 也有修罗路本土居民 事实上 修罗路本土居民远比外来历练者多得多 这些人在修罗路习武 一样能够参加试炼考核 各方面都和外来试炼者一样 他们当中一样能够诞生了不起的天才 现在这些天才聚集在混乱之城 却是冲着混乱之城的任务来的 也就是神之符文任务 完成一项任务 就能得到对应的神之符文奖励 就是这里了 黑神堡 浑白指着前方一个巨塔状的黑色建筑说道 这座塔 黑色的 一共有十三层 每一层都有几十丈高 塔身粗大无比 就像一座山 走进黑神堡第一层 里面这空间大的惊人 如果不是里面聚集了诸多的舞者 完全可以策马奔腾 林明一眼扫过去 发现很多舞者不是来接任务的 而是在大厅中摆摊 哎 这地方没城管 他们卖的东西 除了各种担药 法器之外 最多的是一种顿撞的徽章 摆摊的人太多了 以至于黑神堡第一层中 人数混杂 场面混乱 这些人出身自不同的种族 有身高一丈五 全身肌肉球渣 腰缠铁链的巨膜 有不足五尺高 全身皮肤褶皱 头上没几根毛那矮膜 除此之外 面容娇好的腰族少男少女啊 没有实体肉身的魂族 等等等等 太多了 然而人族的树木 却一如林明预料的那样 非常少 大厅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族 年轻俊杰 还是修罗路的本土者 会出现这种原因 自然是修罗路传送门 被堵死的结果 再加上现在三十三天宇宙中 人族算是巅峰种族中最示威的一个 本来人数就不算多 出现在修罗路的人数上 这情理之中 如此一来 林明在大厅中 倒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神变气人类小鬼 根基还不错呀 神变气就独自一个人闯修罗路 胆子不小 不过 在修罗路胆子大的人 通常死的快 几个圣族舞者用真元传音议论 脸上挂着戏谑的笑容 圣族跟人族是死敌 在这黑神堡 他们有所顾忌 不会动手 但到了城外 圣族跟人族只要见面 就能打起来 这不新鲜 林明微微醋眉 他感觉到不少不友好的感知 探向自己 要窥测他体内世界 是圣族 林明没有用眼睛看 就知道窥测自己的是谁 在修罗路 原本就没有规则制约 圣族跟人族 很可能一遭遇就相互厮杀 抢夺对方的财富和神之符文 林明根本就没理会 这几个圣族舞者 而是看向放在大厅中央的 任务列表 不同难度的任务 对应不同级别的奖励 让林明诧异的是 接受任务都得支付圆旗符文 而且所消耗的圆旗符文数量 相当惊人 接一个黄金级任务 就得消耗十万圆旗符文 无论完成与否 这圆旗符文都没了 十万圆旗符文 也就是十亿紫阳石 对自己来说的毛毛语 可对一般的舞者来说 他们哪能支付得起 而且一旦完不成 那就彻底赔了 浑白道 也是因为接受任务 需要支付圆旗符文的原因 所以更加奠定了圆旗符文 作为修容录最坚挺货币的基础啊 看了黄金级的任务 林明又看碧魂级任务 接受价格一下子翻了一百倍 一千万圆旗符文 接一回 接下来是太旋级的任务 整个一个面板 太旋级任务竟然只有一个 价格再翻一百倍 十亿元起符文 接受一次 也就是十万亿紫阳石 十块九阳玉 比大千世界单都还贵了许多呀 当年的大千世界单 只有界王圣地 才会花费大代价去买 现在这笔钱放在黑神堡 只是换来一次 接受太旋任务的机会 接受了打不过 全白搭 难怪浑白说呀 集齐一套太旋符文 等于是传说呀 这时候 浑白又说道 主人啊 你可以在黑神堡的试炼者手中购买任务 那些徽章 每一个都代表一个任务 颜色的不同 对应不同等级 银白色的就是白银级 金色的就是黄金级 碧绿色的就是碧魂级 任务完成后 徽章会自动转化成符文 一般来说 从试炼者手中购买任务 那价格就低多了 哦 怪不得这黑神堡 摆摊交易的人比接任务的人还多呀 林明摸摸下巴 出来修罗路 如果不了解这里的潜规则的话 还真是容易走很多弯路 林明随意扫了一眼 挑了一个摊位 他选这个摊位 使他感觉到 在这附近几十个摊主中 这个人的实力算是比较强的 摊主是一个巨魔族 修为大概相当于人类神军巅峰 根基也非常不错 遭遇半不胜主 应该都能一战 再有一个原因是 巨魔族舞者也会用紫阳经 交易起来比较方便 林明看了看摊位上的货物 几十个任务徽章 大多数是金色的 也就是黄金级 少数白银级 甚至还有避魂级 有一部分的徽章明码标价 价格只有黑神堡价格的一半左右 看到林明过来 摊主不冷不热 手中拿着一块玉碱 这玉碱上明刻了一个符文 摊主就在揣摩这个符文 没什么心思招待林明 这自然是感觉林明修为太低 不像买主的原因 为什么有些徽章 没标价 林明问道 摊主挟了林明一眼不耐烦的说道 没标价的徽章 都是精品 价格更高 你想买 直接说是哪一件 不买 别挡摊子 买啊 林明没有理会对方的态度 在这混乱之城 没有足够的实力 就不会得到尊敬 哪一件啊 摊主放下符文预解 依旧不怎么热情 就他了 多少元气符文呢 林明指着一枚 闭魂级的任务徽章 他之前已经用真元穿音 跟魂白问过 这个徽章的价值很大 因为他是成套的 摊主诧异的看了林明一眼 皱眉道 啊 你 不是特意来消遣老子的吧 你才神变气 要避魂级的任务 你作死啊 一般来说 避魂级任务都得神军径才能完成 而且任务非常危险 陨落的概率非常高 越阶接受任务 不是失败损失点钱财那么简单 很可能就把性命赔利了 我能不能完成任务 不用你操心 我会支付你元气符文不就行了 你最好不要只是来打听这玩儿 拿老子寻开心 我可不喜欢被人当傻子耍 八百万 实价 魔族大汉 嗡声嗡气说道 言语间给人很大的压迫感 让人根本不敢只问不买 这也是混乱之城做生意的风格 没实力 连买卖东西都处于极大掠视 是这个价 魂白用真元穿衣说道 他是老油条了 林明点点头 好 成交 不知道你收不收紫阳石啊 这 这就答应了 魔族摊主一争啊 他虽然报的价格不算虚 可八百万 这也是笔巨款 尤其对神变境舞者来说 这对个这小的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啊 紫阳石也可以 魔族摊主点点头 人类在交易中拿出紫阳石很常见 一比一千五 摊主一口咬定交易比率 林明看了浑白一眼 浑白道 哎呀 有些坑 不过还勉强能接受 嗯 林明直接爽快的拿出足够的紫阳精 只要不被人当傻子 多花点小钱 这他不在乎 嗯 树木没错 摊主用神石一扫 便确定了紫阳精的树木 他有些诧异的忘了忘林明 一个神变期的舞者 买一个闭魂级徽章 眼睛都不眨 也不怎么讲价 这可少见啊 看来他可是有些畜生 林明接过徽章 还没来得及看徽章中的任务细则 而就在这时候 一个不怎么友好的声音 突然响起 小子 过来聊聊 林明转过头 只见三个圣族舞者 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其中一个躺在太师椅上 腿躺在椅子上 以一个非常惬意的姿势 靠在椅背上 他伸出右手 对林明勾了勾手指 那意思让林明过去 对对对对 就是你 来来来来 过来过来 林明心中冷笑 这三个圣族舞者 正是他一开始进入大厅后 对他使用感知 想要探查他体内世界的人 这种行为非常无理 现在这仨人像大爷一样坐着 勾勾手就想让自己过去 真是病得不轻 林明懒得理 而这时候 之前卖给林明 闭魂徽章的巨魔摊主说道 我劝你最好过去一下 这三个人 号称黑铁三杀 在混乱之城 也算有名 强买强卖 杀人越祸 无所不为 很多人都舍在他们手上 如果你过去 只是吃点小亏 损失点钱财 可不过去的话 说不定就搭上命了 我知道你也许有背景 平时当少爷 当惯了 眼睛里容不得沙子 不过混沌城不认这个 在这里实力就是一切 强龙不压地投手 你要让人暗杀了 就算有背景又怎么样 查都未必查得到啊 好 谢谢忠告 我想问 这黑神堡中能动手吗 不能 所以在这儿你是安全的 但是你不能总一直待在这儿吧 他们应该是看你身家不菲 想要强卖你一点东西 吃个亏就算了 在混乱之城 得学会隐忍啊 巨魔摊主说道 显然这种事情在黑神堡非常普遍 在这里没有足够的实力 又显露钱财 就会被人盯上 哼 果然不能动手 可惜了 林明自言自语 巨魔摊主怎么也不会想到 林明问刚才那句话 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 而是想直接过去干了这三个 哎 小子 叫你呢 你他耳朵聋了 看到林明依旧没反应 这三个圣族舞者怒了 其中一个站起身捏着拳头 就听喀巴喀巴的响 他那骨节因为用力而暴响 你们要见我 自己过来 让我过去 你吃错药了 林明这声音可是够损的 这话一出黑铁三煞全愣了 他们竟然被一个神变期的小子这样呵斥 这样的场面可顿时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很多人看到双方的身份后都是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呦 黑铁三煞 一神变期小家伙跟黑铁三煞叫板 这人呢 肯定是刚到混乱之城 不知道黑铁三煞的凶名 得 这下热闹了 是啊 这小子要倒霉啊 我看这小子多半有点背景 可惜啊 他不知道在混乱之城 这些亡命徒根本就不认这个 人家光脚了 不怕穿鞋的 大不了杀人后跑路 现在在黑神堡他没事 出去之后指不定多惨啊 这黑铁三煞可不是省油的灯啊 之前有人冒犯过他们 他们不但把人杀了 还把尸体扔在大街上示威 就是为了警告其他人惹怒他们的后果 你说这仨玩意儿 在场众人议论纷纷 没有用真元传银直接就说 他们也不在乎 而之前卖给林明任务徽章那巨魔 却欢欢摇头 在他看来 林明的性格过于乖张了 不过去也就算了 还要故意激怒黑铁三煞 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这样的性格在修罗路 那是活不下去的 很有可能明天就要折在黑铁三煞手上 他跟林明也就是萍水相逢 根本没兴趣多劝 林明不听也就算了 哎呀 哎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哈 让我们过来 哎 你有病吧 你有药啊 哎 黑铁三煞中其中一位 看着林明竟然一笑 你可真嚣张啊 我真奇了怪了 这世道怎么的了 不想活的人越来越多 是不是我们黑铁三煞 忒于善良了 最近都没怎么杀人呢 小意思 小子 本来就想让你出点血 现在好 哥告诉你 你这条命没了 或者你这辈子都甭出着黑神堡 黑铁三煞纷纷站起身 宁笑着往林明这走 林明根本就不想理他们 他转身向黑神堡第二层走去 反正这里不让动手 也收拾不了这几个臭鱼烂虾 一切等出去再说 他现在想看看黑神堡第二层 第三层有什么 第一层只有一个太玄级的任务徽章 虽然林明完全买得起 可这个任务却不是林明想要的 因为完成他所获得的神之符文不成套 只有凑齐成套的神之符文 才能开启最终试炼 其他单独的太玄符文虽然珍贵 可对通过试炼没帮助 林明不想浪费时间